心灵蜜豆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你的心决定你的未来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间知名企业登报应征会计人员 公司经过初步筛选 总计发出了30封面试的通知书函 结果经过面试而被入庸的女孩才貌普通 表面上看起来 实在找不出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 而能击败其他29位对手 实在令人大感意外 而不但如此两年后 总经理的专任秘书突然发生车祸 严重的伤势在短期内无法复原 而工作必须立刻有人接受 但总经理的广为人知的脾气和工作习惯 让许多人都闻之却步 而没想到 这一次却贫重选的又是那位女孩 幸运的说法再次传遍公司上下 真是献杀了众人 许多人便问女孩 怎么能够如此的幸运 原来当年要去公司应征的那一天 在公司的人员还没有开始上班前 她就到公司门口等待 如此便可以在面试之前 和陆续到公司上班的所有员工 亲切地打招呼 而在接到面试通知后 她也去查阅公司的资料 做好了随时可以上班的准备 提高被录用的机会 而女孩继续分享着 成为专任秘书的过程 原来她花了很多的心力 她知道前任秘书 每天早上会替总经理泡一杯 摩卡咖啡 加两块糖和一瓷鲜奶油 到了下午三点 换成泡讯医草茶 如果总经理情绪不好 便会递上一条冰毛巾 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幸运来自努力和用心 当越努力越用心 也就越幸运了 亲爱的朋友 幸运是来自努力与用心 故事中的女孩 不是平白地走向卓越美好 而是在过程中保守自己的心 使自己处于不断努力与用心的过程 最后才能有一般不凡的成就 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到 你要保守你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要互为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意思说你要尽一切的努力 尽你所有的能力 去保守它 去保护它 去看守你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思想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心会决定我们的行为态度 和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们怎么想 就会成就怎么样的结果 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思想的人生呢 有人说 心是一切决定性的要素 你不会感到快乐的 除非你先有快乐的想法 也就是说 你的快乐跟沮丧 不是外面的事情 是决定在你的心 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是从我们的心开始 所以当你有正面卓越的思想时 就被驱策着往崇高迈进 就必然会加增提升 得到上帝的祝福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当你持守着你的心 不断努力于用心 那么上帝 必定加添给你所需要的智慧 使你可以在你所在的领域中 被提升 尽到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 美好丰盛的祝福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